新市转热加上中国的日系车销售回稳 渴望带动领祖建厂下半年的营收向上来发展 东阳表示下半年新厂投产预估将会大幅溢注营收 而大翼的供应克莱斯勒车灯也将会在下半年发酵 因此双双看好下半年营收获利表现 法人则表示东阳大翼和大江生黄田等领祖建厂 下半年营收将会令人期待